請過來這邊 欸 很好 橫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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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 呃 老實說 我個人習慣就是拿這邊 但是也沒有看過 別問我做了幾年的微生物 這不會是拿這裡 你們自己看 好 來 我就拿這邊 先稍過 因為這邊無風無雨 那一樣 我們的桌子都已經用酒精擦過了 好 放旁邊 好 那 我就沾一點 等一下會給你們沾一點 沾一點之後呢 拿出一個這個 好 這時候 阿遠的方法跟那個李老師有點不一樣 我會把它打開 好 這時候蓋回去 燒 也就是我已經完成了藍色部分 燒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用一個斜式的角度 用一個斜式的角度 看剛才我畫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畫會 都會有看到那個痕跡 可能拍不出來 但是你會知道說 喔 因為我畫在那個地方 好 轉90度 好 下去會騎一身喔 好 OK 騎一身之後 然後再拉一條線 好 拉第二條已經完成紅色線了 好 OK 然後看一下那個角度 好 第三條 好 OK 這樣子就完成一個喔 好 那旁邊的話 我一個人給大家三個 好 我再練習一次喔 先燒完 把上面的維生物全部都燒光 好 然後 我們的 欸 這邊 讓我擋住喔 我們小飾管裡面會有大腸藍菌的液體 拿起來 沾一些 第一道 好 放回去 燒 完成藍色部分 準備轉90度 到 紅色部分 好 好 那 大家一定會畫破 絕對會畫破 包括我當老師之後也會畫破 那就是去練習那個感覺 輕輕的有畫到 但是又不會畫破的感覺喔 所以 今天會讓大家練習純培養肌 好 那個 幫我特寫一下喔 等一下我過來之後 然後 錄那個聲音 然後 大概靠到這邊來 準備喔 它起那個聲音 欸 就是這樣子 它就會溶掉 這是一個降溫的方法喔 所以你看到這個 其實就是它溶下來的那個東西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沒問題的話 開始先一個人擰三個 那些人 那些人 可以看